大黄蜂遮伤案例 在2012年10月份的一个早上 我在家里坐瑜伽 突然大腿像被打针一样一阵刺痛 我看见一只大黄蜂趴在垫子上 我知道自己是被它折了 当时自己很害怕 因为4月份听过张医师在广州的演讲 所以第一反应就是姜 热圆 于是马上去涂姜粉 自己按臀部 温敷后背部和臀部 爸爸说以前也看人被遮过 会红肿起来 而且很痛 实在不行要去医院 但我决定不去医院 自己涂了姜粉 给妈妈打电话 她说自己以前也被遮过一次 要去医院打针 还有人叫她用红糖 于是后来我又加了点红糖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加不加红糖感觉都一样 不是很痛 只是隐隐作痛的感觉 温敷了一个小时左右 没看到明显的红肿和不适 我就把红糖擦了 又涂上姜粉去上班了 整个下午大腿被遮的位置 一个巴掌大的范围都痛 像打吊针时 药水补住进去后的那种痛 但可以忍受 晚上到家后就已经没有痛感 睡觉前换处已变成很淡很淡的粉红色 没有其他不适 第二天起来就好了 上午刚被遮到 大黄蜂由我两截指头长 家人都说这是个奇迹 大黄蜂大小 当时用姜粉和红糖涂抹 现在已知道不需要加红糖 涂姜粉 到晚上伤口已消肿